全神有爱 让爱起航 一起让荣州起航 象征这艘载满爱心的船只将一一使进独牢长辈的家中 端午家节即将到来 为了帮助在地落实孤老 华山基金会积极募集端午关怀礼 以每份380元的爱心物资 希望号召乡亲踊跃来做公益 华山基金会在每一次的端午节之前 我们都会募集关怀礼送给我们屏东县 在地的做事独居长辈 那今年募集的状况到目前为止还不是很影响 我们大概还有缺1000份每一份380 那我们藉由今天在竹田教会的这个端午节 关怀礼募集的活动 也受到了我们在地很多爱心店家的一起参与 那我们今天将募集到的关怀礼 我们希望在5月30号 我们就要慢慢的一一的把这些端午关怀礼 送给这些长辈 竹田香店家热情响应端午安心关怀礼 期盼能真正的将所需物资送达长辈家中 陪伴他们度过温馨端午家节 关心我们乡内的独老 让他们在这个端午节的时候能够有得到一些物资 来度过一个温馨的端午节 也让他们感受到在这个社会上还是很多人在关心着他们 在注意着他们的身体身心灵的需要 希望借着这个活动能够唤起更多我们社会大众 一起来关心我们社会的独肌长辈 目前端午关怀礼约是要有一千份的赠助 期盼透过爱心募资号召更多有志知识响应 让更多独老长辈感受到社会所给予的关怀及温暖 开心的度过端午家节 记者不一定张志豪才访报道